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有话好多 NGO观点 我是季汇荣 4月1号即将上 已经通过了 而且已经开始实施的 就是社区保姆托婴的今天 有很多人还是领不到 我们今天为你一起来探讨 到底在这样的一个老人化 少子化的今天 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 平价而且公共化的 社区照护系统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 邀道四位来宾 首先要介绍的是 彭宛如基金会常务董事 刘玉秀 朋友们大家晚安 好 再来要介绍的是 台湾社会福利总盟 秘书长王荣章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接下来就是老人福利联盟的秘书长吴玉琴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接下来是力兴慈善基金会的总干事张美珠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来看一下到底是谁可以领到这个托婴的津贴 那我们来看一下条件在这里 第一个呢 它一定要是双薪家庭 也就是一定要有工作的人 而且年收入是在150万元以下 就是夫妻两个人共同的收入 是在150万元以下 第二个呢 它是要未满两岁 就是家里有未满两岁的社区保姆照顾 第三个呢 是每位的这个幼儿呢 大概可以领到3000元补助 那领满两岁为止 到两岁就不可以再领了 好 那它的方式呢 到底要谁可以去申请 当然就是要申请表格啦 还要三个月内 那个幼儿的户籍腾本 要孩子的户籍腾本 然后还要有托育的契约 也就是说你要找到这是社区保姆 合格的社区保姆你才能够申请 然后还要邮寄到对面 到这个 还要有就业 另外还有一个要有就业的证明 所以没有就业的话 其实它是领不到 所以在整个统计里面 全国大概本来有40万个家庭 有两岁以下的卑鄙 但是能够领到的 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那这个部分呢 荣张 你在 因为你是上任的立法委员嘛 所以你知道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个人认为它不是一个 就是说为了解决生育啊 或者是托育等等的 就是说的措施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就是说它主要的这个部分 我刚刚讲 就是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说必须是夫妻两个人 就是双薪的家庭 那如果是单亲的家庭的话 那也必须就是说在 太太或者是先生 单亲的这个爸爸或妈妈 这一方就是说要有工作 才能够领这样津贴 那在这样子的就是说情况底下 它其实就是说 它排除了一些人 那就是它不能领到 譬如就是说 它主要的对象 我想就是说有投保 就是说老保 公保 军保 等等的这些人 它是很容易被区别出来 但在这里面 我们目前就说在受雇的这个部分 还有就是四人以下 就是四人就是我的这个公司工厂 或者是营业场所 我雇四人以下的这个部分 它不用就是说去投保老保的时候 这样子的受雇者 譬如说在餐厅里面洗碗的工人 那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取得这样子的资格 还有就是说 当然我们会希望有限的资源 不要给高所得的人 其实在这样子的家庭 150万的话 它大概的就是说家庭所得 是在每一个月10万块钱以下 但10万块钱其实已经到一个相当的水准了 但是就是说在这里面同样的就是说 如果这夫妻两个人或其中一个人 比如在卖菜或者是做摊贩 他其实也有工作 但是在这里面的话 他也没办法申请 所以这是在对象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就他并不是全面的要来增加 就是说我们生育 或者是为年轻人 为父母亲解决生育托育的问题 他基本上面的话 我会看待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最主要的目的跟用意 是在鼓励跟增加提供 就是说大家去就业 而且是受雇的这样子的一个用意 好 现在大概已经训练出 有保姆执照大概1万多人 不过我们刚刚在提到 这个保姆制度的时候 我们也看一下社区的保姆系统 因为他必须要送孩子到这边去 这个社区的保姆系统 他们是有一个组织的 组织保姆的一个成长小组 所以这里面有资深的保姆 来协助新近的保姆 同时他还有访试辅导 所以社工员会定期访试 这些保姆系统 看他们做得怎么样 然后第三个他还会定期 办理在职的训练 同时他还有媒合转介 同时他还有保姆权益的一些服务 所以看起来如果说 他有申请合格的保姆系统 他加入这里面 他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训练 整个社区的脱衣状况调查 我们可以看得到 其实零岁到两岁的幼儿人口 大概有四十万左右 那可是呢 真正的符合资格 大概四万多 也就是十分之一而已 那我们再看下去 零有保姆证照的人数 大概也只有四万七千多 就是真正的有证照的人 那可是有加入这个社区保姆系统 有领到不见得他能够 就是说我照顾化 我还不见得能够让这个 被我照顾的人 他领到今天 而是他要加入社区的保姆系统 大概一万多人 所以我想请教玉秀 为什么强调要加入社区保姆系统 这样的一个保姆 我把baby送给这样的保姆 才能够领到今天 因为这是政府部分负担 也就是整个系统政府要负责 那你当然要能够例行管理 你要例行管理的话 当然是要让他进入这个保姆系统 所以不只是训练更重要的是整个的督导管理 如果说现况人不够的话 保姆合格保姆数量不够的话 并不表示是说你不去做他就会有 而是说或者是说有许多人 就像荣章刚说的 有许多人目前能不能得到呢 但是我们能够确定的就是 这是一个方向的问题 方向就是要优质的服务 在另外一方面就是有工作 因为父母工作 他小孩需要人家去照顾 那么就应该让他得到照顾 这是一个方向 那目前的社会制度可能还不是 那么 对 但是一个方向出来以后 整个社会就会往那里走 大家都知道 就是要状有所用 才能够诱有所长 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到 整个的社区保姆 有证兆的人 大概有就是一万一千多 可是真正领有证兆是四万七千多 其实有人是进入所谓的托婴中心 可是如果把婴儿送到托婴中心 是没有办法领到津贴的 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荣章 这个制度以后有没有可能扩大 因为看起来还是只有十分之一的家庭有吗 我想这样子来讲 就是说基本上面 我会觉得就是说 刚讲要让更多的保姆 纳入管理的系统体系等等 让它能够制度上轨道 然后让专业 对人的照顾的专业能够发挥 这些东西我都同意 然后也是应该要朝向这样子来做 特别是对人的照顾的这个部分 我们绝对就是说 要有更多的专业能投入 而不是说只是有爱心等等就可以来做 但是就是说在这里面 它其实是牵涉到的 我想几个的重点 一个是到底有多少钱 对我们要投入多少钱 以目前来讲的话 就是说刚刚讲是四亿多 查了资料 就是说大概是预计是四亿多的经费 那十分之一 那所以就是说如果全面要进行的的话 大概就是四十亿左右就乘以十 那在这样子的就是说情况里面的话 我们愿意我们的就是说未来的政策里面 愿不愿意投入这样子的就是说经费 那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达到的目的我们会希望就是说保姆能够专业化 能够投入就是说资源 其实像我们的在幼稚园的这个补助的的话 它其实就已经让我们淘汰掉就是说未立案的幼稚园 那这样子的情况里面我们让保姆的这个部分能够成长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的的话就是说是不是照顾都会进来 特别不要忘了如果继续十分之一的情况里面的话 其实还有十分之九 我只要就是说在这十分之九的市场里面就好了 就是说如果不开放的的话 我觉得专业的这个部分的话会失败的 因为就是说还有十分之九的市场 我不要去竞争那十分之一 我只要在这边处理十分之九 我还是可以就是说工作的下去 所以看起来这个制度如果真的要全面施行 其实它有一大笔经费 那钱从哪里来 这才是变成最重要的问题